转载自百家号作者 组合,这主要是来到雅加达后,中国队的队员在训练中出现了伤病,已经无人可换,只能用主力阵容出展,而日本这边则派出的是山线亮台,多田修平,童生祥胸口可不利其飞鸟,其实日本方面是有替补阵容的,之所以在预裁中没有流体力,主要是因为发明不党受伤,临时让多田修平跑第二棒。 所以日本方面在交接棒上,没有使用过这个棒次,希望对此进行一次实算测试,虽然在第一棒启动中,许海洋顶住了前60米,但是他交接棒的时候就已经和迷红出现了顿挫,多田修平第二棒,已经开始玩大超车,棒子到了苏炳天的第三棒,日本的已经获得了很大的领先,最后转过直道后,许周正变落后了飞鸟。 最终日本队以38秒20获得小组第一,中国队则以38秒88取得小组第二,虽然进入了决赛,但是巨大的差距,使得明显的决赛缺乏了悬念, 好称天下第一配合的日本队只要不掉棒,基本上中国队很难复制上接亚运会的奇迹,在亚运会上蝉联着一赛式的金牌,赛后许海洋表示,预赛还是以热身为主,近,决赛我们会全力以赴的。 李洪泽认为,确实和日本队友差距,作为一名新人,很难说100%发挥出自己的实力,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发挥出水平就可以了。 今年的全国冠军许周正在男子版女比赛中没能进入决赛,显然他的发挥还不是很稳定。 许周正说,交接棒过来后,其实对手已经在我前面很远了,我也做不到追他,只能争取别让别人超过我就好。 其实这就是这次亚运会男子接力的现实。 以目前的实力,中国很难和日本建立对相抗衡,简单的四人最佳成绩相加,日本的山线量态是10秒,多前修平是10秒07,同生祥九是9秒97,肯布里奇飞鸟是10秒08,而中国则是徐海洋10秒21,明洪10秒29,索颖天9秒91,许周正10秒21。 在不计算交接棒的水平的情况下,中国绝对速度就比对手慢了0.5秒。 苏炳天说,我们现在的绝对速度和实力确实不如对手,日本目前有6名选手的个人实力在10秒0区以内, 直至来到亚运会的队伍是可以在市井赛和奥运会上进入前5水平的。 除了多前修平外,其余的三人都参加过奥运会和市井赛,而中国这三明星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大赛,就是谢震燕来了,也很难和日本相抗和。 苏炳天说,以前我拿到第二棒的时候,不会落后,但是今天交接棒的时候,已经落后很多了,我许,能努力自己和自己跑了。 他们很年轻,没参加过大赛,今天的交接还算好,预赛的时候大家有点紧,后面争取能够获得好的成绩。 我们这个阵容不太可能战胜日本队,但是可以挑战他们。 我们这个阵容不太可能战胜了,还会有一点一本。 我们这个阵容不太可能战胜了,这下午画在右边各幅上。 就是一个阵容不太可能战胜了,不太可能战胜了。 这里不太可能战胜了,不太可能战胜了,很难免。 我们这个阵容不太可能战胜了,可以看到我们的阵容不太可能战胜了,